宋里中在局势最混乱的时候 刻下了《金刚经》这部重要的典籍 而这部将近八百年历史的佛教经典 收藏在故宫里 平时不容易看得见 但是民众现在有福乐 可以透过复刻本来感受金刚经的美 以及当时宋里中希望 借由金刚经期许世界和平的一份心 这部金属印刷 装针都非常非常的特别 它的字体是我们可以看得到是刚正 大方 而且绣芽 妆严 而且非常的饱满 然后墨色非常的浓郁 所以这部书我想每一个 对金刚经有兴趣的读者一打开之后 无形中就会被那个漂亮的字体给吸引住 南宋末期时局混乱 受到北方外族的侵扰 1259年战局稍缓之际 宋里中下旨让寿圣寺堪科金刚经 祈求天下太平 因为它是奉旨雕照 所以推测其实应该是 当时也是为了 就是除了祈求福德 也是希望祈求这个国家的灾难能够平息 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宋代的时候 他们对这个佛经的重视 那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 当时对这个佛经的这个信仰 宋看寿圣寺版本虽然历史悠久 书框保持仍然非常好 但为了持续保存流传 并不适合经常展览 因为它们是纸质文物 有这个一定的 就曝彩在光线下 曝露在光线下面的时间的限制 即使有机会拿出来展 可能也限于展示空间 不见得会从头展到尾 所以我觉得经过一个 这个圆寸而且相当精美的 妇科的出现 可以让更多的人 更多的读者 有机会看到这部精美的经典 我们的大小尺寸大小 跟原来的科本完全一模一样 是它的色质 经过一千年之后 颜色会有不同的颜色出来 那我们在制作的时候 就必须要把这个 荣誉的 漠色的感觉 把它呈现出来 宋礼中当时的决定 让这部金刚经流传至今 勿唤心仪 幸而有这部金刚经 成为人类历史的见证 人间卫视陈欣仪 宋一珍台北采访报导